今天我给你讲述的书是青年历史学家李硕的《简商》 富标题是《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 西周对于商朝的征服和取代 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初创期的一个重要节点事件 虽然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其有限 但这场历史变故却通过风神演绎等民间文学与传说而变得家喻户晓 故事的内容也非常贴合中国乃至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主题 英明的领袖率领勇士在神明的协助下奋起反抗昏庸残暴的旧王朝君主 最终将其推翻给世界带来了安宁与和平 不过本书作者李硕指出 刨除神话传说的成分 西周对商朝的取代 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场简单的王朝政权更迭 更是华夏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 商王朝的秩序与文化 在后世的中国并未留下太多影响与痕迹 反而是替代他的州 系统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和社会秩序架构 这在漫长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反响的意义 如果我们回顾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就会发现 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各个区域 无论是商王朝还是周人文明和其他族群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特性 他们各自发展 彼此竞争 让中华文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多种可能的选择 当最终的胜利者诞生 以自己的文化性格统一所在地区之时 也是文明迈向成熟的标志 所以西周对商的替代 也可以被看作中华传统文明迈向成熟的标志 自此之后 中华传统文明眼镜的路径就被大致锁定 按照周人开辟的道路稳步向前 可以说直到今天 这场变革对我们的影响依旧存在 在写作中 作者李硕同时借鉴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古代文献 历史著作以及出土文物 努力把这一段充斥着神话传说与推测的历史变得立体丰满 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末代君主商周王个人的残暴师德 而是支撑整个商王朝统治的 活人祭祀与对外征伐激发了周边部族的反抗 最终相对弱小的周人部落发出了致命一击 完成了格谷顶心的壮举 由于商周之变发生的时代 华夏文明还未诞生后世标准的信史 大量历史粗线条轮廓之间的空白 需要作者用真探样的情景复原能力和想象力去填充 所以本书作者李硕的很多观点和结论 也还需要时间和相关学科发现的进一步检验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本难得的充满想象力的跨学科历史著作 值得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简要介绍下本书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溯一下商王朝与商人的历史 复原一下他独特而残忍的宗教祭祀文化 与扩张传统的起源 其次我们再顺着作者李硕的研究与叙述 来回顾一下周人在今天的陕西如何崛起壮大 在第三部分中 我再来为你简单讲讲 周人是如何通过联络盟友 壮大实力实现了灭伤的壮举 最后在截笔中 我再为你梳理一下本书的梗概 以及西周建立后 如何有步骤系统性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并且改写了华夏古老文明的基因与性格 1959年 我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 发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 经过多次发掘发现 墓葬坑被分为三层 一共埋葬了73名死者 根据对遗骸的分析 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甚至婴儿 他们并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分成三批处死 尸体上被覆盖以朱砂粉 掺杂着碳灰的土壤和宿密 另外 墓葬坑里还有大量的青铜器 和被打碎的陶器 根据青铜器上镌刻的名文 这些死者是商朝末年 居住在印度的贵族 数四子一家 数四子一家遭遇灭门惨剧的原因 很可能是他生前触怒了咒网 从而被残暴的咒网 当作向神明献祭的祭品 人生而惨遭屠杀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析说 根据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 被献祭的人生身份越高 就越能取悦神灵和祖先 更恐怖的是 在殷墟遗址的各个地点 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 一千多座规模不一的人际掩埋坑 基本每个坑里 都有十名左右的遇难者遗骸 从这个数字 我们今天可以推算出 这种残酷的杀人祭祀传统 在商王朝时代的流行程度 在司马迁的史记 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和民间传说中 咒网作为商王朝的末代君主 和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性格残暴 喜好杀戮 对自己属下的贵族大臣 也毫不留情 而数四子全家遭遇的悲惨命运 也成为历史上咒网真实暴行的 一个有利证据 然而咒网的残暴 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商王朝的宗教祭祀的固有习俗 后人对这种血腥传统 知之甚少 才会把它归咎于 末代君王的性格缺陷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商朝是我国古代史中 一个文明高度发展 生机勃勃的时代 但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一面呢 实际上 在人类不同地区文明的早期阶段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以人作为祭祀品 取悦神明的习俗 这很大程度上 是由人类早期宗教信仰的特征 所决定的 以我们中国境内为例 从新时期中晚期 也就是距今大约六千年前开始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 各个早期文明意志中 就开始出现了人际行为 随着这些早期人类聚居地 演化成最早的邦国 人际行为的规模也逐渐变大 终于在商朝登峰造极 建立商朝的商民族从哪里来呢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 迄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在本书中 作者李硕认为 一些中华文明早期的历史记载 虽然近乎神话 但至少包含了一些可能的线索 在诗经里 商民族的祖先是一位名叫 简笛的女子 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来自神鸟 叫玄鸟的卵 于是生下了儿子 契 契是一位能干的部落领袖 她后来率领自己的亲属和部众 脱离了母亲的部族 来到今天河南境内的商丘定居 于是这个新生的部落 就依据地名称自己为商人 他们崇拜的图腾是鸟 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 皇帝的帝 在传说中从第一代首领契到灭掉下朝建立商王朝的城汤 商人一共有14人部落领袖 先后迁移居所达8次之多 总体来看 商人的迁移方向是一路向北 说到商人安身立命的特长是游牧和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知道今天做买卖的也会被称为商人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种迁移并不是一帆风顺与和平的 沿途必定和遇到的部落产生过各种流血冲突 商朝取代夏朝之后立刻显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气 作者李硕介绍说 开国200年后 商王朝的统治疆域已经是夏朝的十倍以上 从这个层面来说 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首先 商王朝堪称上古时期的基建狂魔 在暂时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头的同时 商王朝立刻开工修建了两座全新的中心城市 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南掩施和郑州 他们都有高大的城墙 宫殿 以及兴旺繁荣的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作坊 寿命都有200年左右 是商代前期的统治中心 此外 商民族在迁徙之余逐渐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这套文字不仅用来交流与济世 也被刻在硅甲和其他兽谷上进行占卜 这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 甲骨文 随后 商王朝开始了迅猛的对外扩张 由于自身多次迁移又擅长贸易 所以商人对于早期中原核心文化区 以及周边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 商朝的军队可以做长期行军 远征遥远的周边部落 往返一次要花费几个月之久 另外 商人进一步发展了青铜铸造技术 也带来了素和小麦 让自己的农业作物生产结构更为均衡多样化 先进的农业和冶炼技术意味着商朝军队能够拥有碾压对手的兵器 以及支持更多人口和兵员的粮食 所以 商王朝的势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内 大约从开国后70年起 在衍士和郑州这两座早期商朝中心城市里 就出现了宗教祭祀中大规模杀戮活人为祭品的行为 作者李硕综合了现有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成果 得出结论说 在当时的社会文明水平下 人祭是一种快速构建族群自我认同的宗教仪式 简单来说 使用活人做祭祀的一方是作为统治者和霸主的商人族群 而被当作祭品被牺牲的则是被征服和统治的一方 也就是身份低下的外族人 通过战争征服周边民族 再把战俘当作祭品献给自己的神明和祖先 这种行为同时是商民族显示自身优越性和统治资格 获取神明保佑的方式 和后世大多数宗教不同 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道德观非常独特 他们认为世界是冷酷的 充斥着暴力和不确定因素 自己信奉的鬼神和祖先只会和自己沟通 他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 会随时随意给人类降下灾祸 所以为了让鬼神和祖先满意 必须频繁开展宗教祭祀活动 以活人作为奉献 才能让他们满意继续庇佑自己 王朝的扩张必然给早期国家 带来更多的征战和行政管理工作 所以客观上必须增强王权 让新兴的早期国家如同身之使弊 统一协调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代表世俗行政管理的王权 也就逐渐压制了代表神权 掌控宗教活动的祭司集团 所以商代的活人献祭仪式 也逐渐被王室所垄断 可以说人际和战争成了维系 商王朝统治和权威的两根支柱 扩张战争带来了更多的俘虏 而源源不断的将俘虏作为献祭的牺牲 则保证了商王朝在统治和战争中 继续获得神明和祖先的保佑 根据史记记彩 到了第十任商王众丁统治期间 商朝内部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乱 被称为九世之乱 最终第十九任商王盘庚决定 把都城迁往阴都 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过的 位于河南安阳的阴墟 所以商王朝历史的后半段 也就是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 商朝也被称为阴商或晚商 商王朝之所以在存续的五六百年里 能持续保持对外扩张 压制周边部落的势头 主要在于两次重大的技术输入 第一次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青铜器制造技术 而发生在晚上的第二次技术输入 主角则是战车 就是轻便的双轮马车 战车最初诞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南俄草原 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那里的游牧民族驯化培育出了更高大 奔跑更迅捷的马匹 并设计出了轻便的浮条式车轮 稍后在欧亚大草原上 一种使用多种木料制成 威力更大的弓 复合弓也出现了 战车和复合弓的结合 顿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 能够迅速掌握这两项技术的文明 就能在战争中拥有碾压性的优势 2001年年初 考古工作者在殷墟 发现了一座贵族墓葬 墓主人是一位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贵族男性 根据出土名文 他的士族被称为亚长 在墓葬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 比如长矛 割 大刀 以及被称为月的青铜大斧 和青铜铸造的箭头 另外 墓里还有六件战车上 用于操纵缰绳解放双手的用具 叫弓刑器 这说明墓主人麾下 至少拥有六辆马拉战车 当然 在亚长的墓穴中 也有被杀死后强迫殉葬的人 人数多达15名 其中有一名女性 很可能来自东夷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地区 这说明 亚长可能生前参加过 商王朝远征东夷的战役 带回了一些俘虏 最终在亚长的葬礼上 这些人被杀死 作为陪葬 在第二十二任商代君王武丁继位之后 商王朝的对外扩张 很快就迎来了一轮全新的高峰 这一次 扩张的主要方向是西方的晋南和关中盆地 对于新晋征服的地区 不仅要选派贵族建立诸侯国领地来实施统治 也要对新晋征服的各部落进行怀柔 把他们变成商王朝的附庸 平时交纳供品 征战时出兵支援 1985年以来 考古学家在今天西安市坝桥区的老牛坡 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市遗址 根据出土文物和甲骨文综合判断 这里很可能就是商王武丁分封的诸侯国 崇国的首都 崇国的统治者爵位为侯 也被称为崇侯 第一代崇侯 名字叫虎 老虎的虎 说到这里啊 可能看过风神演义的用户都能想到 在小说里 商周王手下有一个助纣为虐的奸臣 就叫崇侯虎 曾经为周王修建露台 在史记中 也正是因为这个崇侯虎的诬告 让周王决定把周文王周昌囚禁在游里 当然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 崇侯虎建立崇国的年代 在商王武丁时期 比周文王早了将近两百年 诬告周昌的那个崇侯 可能是他的子孙 不过 由于崇侯虎的名气太大 所以在后世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里 也就直接用崇侯虎来指代历代崇侯了 崇国的作用在于充当商王朝抵御 外来入侵的盾牌和对外扩张的桥头堡 崇国建立后就为商王立下了一件大功 那就是招降了一个北方的山地部族 由于生活在今天陕西周园地区而被称为周人 然而崇侯和商王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自称为周的部落最终变成了灭亡自己的掘墓人 周人的祖先是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外围被称为野蛮人的羌民族 证据就是在传说中周部落有位女性祖先称为江源 江这个姓氏原本的含义就是羌族女性 近代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记中周人早期的活动足迹 在商朝前期商朝的军队在军事扩张中就达到了周人的栖息地 为了避免征服带来的杀戮 周人的祖先曾经被迫向北迁移 到了今天咸阳长武县附近的碾子坡 通过贸易用牲畜向商朝换来了各种生存必须的商品和青铜器制造技术 直到周王的曾祖父无以继位 周人才重新返回了周元定居 综合诗经 译经等文献的记载 这次回迁的原因可能就是崇侯对周人进行了招安 周人的首领胆负还在崇侯的安排指引下 在周元朝见了前来巡视的无疑 从此周人就成为商王朝在西部边疆的附庸 作者李硕总结说 商人与周人的文化性格截然相反 商人的性格直率冲动 思维灵敏跳跃 行动大胆 对自己有无比的自信 但周人的性格截然相反 长期作为商朝附庸 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 隐忍 含蓄 谨慎 小心 注重集体 警惕一切来自外界的变化 总是担心忧患和灾难会不期而至 后来随着商周之变 周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诗经曾歌颂胆负 早早就有了取代商朝的志向 所谓居其之阳 食食减伤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后世的美化 周人非但没有正面挑战商朝的实力 而且还为了获得商王的认可 要肩负沉重的义务 这种义务就是定期捕捉周边的羌人 献给商王 用来作为活人祭祀的牺牲 虽然商代的甲骨文献 已经随着商朝的覆灭而被销毁殆尽 但对于这件事 《易经》中还是留下了诸多记彩 比如一个福字就在其中频频出现 后世的甲骨文研究专家就考证说 这个福字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同一只手 抓住一个儿童 和俘虏的福其实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福祸 而且特指捉来用作献祭的人 而作者李硕认为 福字之所以在《易经》中频繁出现 就是周人需要经常占卜 来预测每一次出征作战的手气 目的是尽量多抓俘虏献给商王 在这种为宗主持续掠夺人口的战争中 周人的实力逐渐壮大 也逐渐变得骁勇善战 胆腹的儿子继力 甚至能迎娶一位来自商朝的公主 作为妻子 虽然这位妻子不是血统高贵的王族 但说明周人渴望通过联姻 借势立威 接受商朝的教化 一转眼 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时代 根据陕西周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显示 此时由于周人的地位不断上升 文王不仅能够觐见前来巡视的周王 还获得了押送俘虏前往印都的机会 在印都 周文王从商朝贵族那里 学习到了一种当时的高科技 64卦占卜技术 也就是易卦 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 易卦只需要使用几十根草棍 进行数字推演就可以相对简单 在此基础上 文王试图自行发展出一套 更完善复杂的预测体系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在印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 他就被周王投入了有礼监狱 差点也沦为被献祭的活人祭品 前面已经提到过 周文王这场牢狱之灾 是由于崇侯在周王面前的诬告 但真相究竟如何 现今已经无法考证 作者李硕根据甲骨文资料提出一个解释 说文王因为主动结交了当朝贵族 周王的叔叔姬子 可能卷入了商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 因此招来了灾难 周文王在监狱里待了多久呢 古代文献中说法不一 有的说三年 有的说七年 后世一些思想家还称赞文王在监狱中 镇定自若坚持完成了一经的写作 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可能是 由于身处监牢 又不断目睹同监狱的囚犯 被当作祭祀的牺牲品 文王就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而人在这个时候 往往会拼命的寻求对命运的掌控感 哪怕是一丝也好 这种恐慌 很可能是文王在监狱中努力写作 和频繁占卜进行验证的最大动力 所以一经中 砍卦和困卦的内容 大多与牢狱生活相关 估计也来自文王在囚禁中的所见所闻 不过 周文王的最终获释 和他日夜不停的占卜 关系不大 主要归功于周人贵族的上下打点和游说 根据一经的记载 德西父亲被囚禁后 文王的儿子们也来到印度 到处找关系 力争让父亲获释 有意思的是 《风神演义》里著名的反派 被后世描绘为《狐狸精》的苏达起 可能还为文王的获释出过一份力 作者李硕从《左传》和《史记》里 分别发现了一段史料 苏达起是商朝附庸小国苏国的公主 周王讨伐苏国 苏国国君被迫降服 把她献给了周王 在周武王灭伤后 苏国的国君苏奋生还得到了武王的重用 作者李硕分析说 有一种可能就是文王的家人通过苏国国君的关系 贿赂了达起 最终见到了周王 献上了各种珍宝和贡品 促成了文王的祸事 另外 商朝灭亡后 周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留在殷都 担任周朝的附庸 治理降服的商人 而这个武庚很可能也是苏达起的儿子 文王获得自由后 又发生了两件事情 坚定了他灭亡商朝取而代之的决心 第一件是他从自己苦心创造的 《易经占卜体系》中得出一个结论 世间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周而复始的 既然曾经弱小的商部落 可以取代夏朝变得无比强大 那么同样 眼前强大的商王朝 也可以被相对弱小的反抗者所推翻 另外 鬼神不可能无限庇佑一个固定的王朝或者部族 他们随时可以更换垂青的对象 而第二件事就是儿子博以考的惨死 读过《风神演义》的用户可能都知道 在小说中 博以考因为拒绝了打起的勾引 而被后者诬陷 从而让周王下令把他做成了肉饼赏赐给文王 强迫他使用 然而作者李硕认为 在历史现实中真相却是 周王一方面为了笼络文王 给了他一个方驳的外围诸侯头衔 但另一方面 周王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际宗教传统 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祭典 作为册封仪式的组成部分 在祭典上周王下令杀死了身份高贵的博以考当作祭品 然后命令全体参与者分享 无疑周王本人和其他在印度的亲族都被迫参加了祭典 行礼如頤 在这场血腥的祭典完成后 周王允许周文王父子返回封地 继续为自己效力 不过在离开之前 文王在印度遇到了辅佐自己完成灭商大业的重要人物 听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说 江太公出场了 没错 不过由于商周之际历史资料的缺失 我们对他早年的经历所知不多 江太公 他的姓名叫江尚 又名吕尚 前面说过 江这个族姓是羌民族特有的 但在当时 族姓只能称呼女子 不能用于男子 所以江太公应该属于羌人中的某个吕氏部落 在史记里 司马迁说江太公的故乡在东海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 这其实是一种误传 原因是西周建立之后 立下了卓越功勋的江太公 被册封到了山东 所以误导了司马迁 那么在遇到周文王的时候 江太公在干什么呢 史书上说 他在印度当屠夫 在当时 这是一个非常低贱的职业 我们前面说过 为了祭祀鬼神和仙祖 商王要频繁的举办各种祭典 祭典上的牺牲除了活人 还有大量的牲畜 1986年 考古学家在殷须宫殿区附近 发现过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 里面全是猪牛狗等动物的骨骸 这些骨骸就是历代商王祭祀的遗物 同时在骨料坑旁边 还有一些小型墓葬 墓主人可能就是这些从事屠宰工作的人 作者李硕分析说 在《易经》《葵挂》里 有一段混乱和诡异的记载 仿佛描述的就是文王和江上 在印度屠宰场附近的街巷中相遇的场景 虽然细节不得而知 但江上和文王一见如故 并达成了共识 江上的女儿易江 成了文王之子周发 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的棋子 作为交换 江上不仅要为文王未来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 还要回到自己的故土 去游说自己的羌人同胞 参加文王未来的反商军事政治联盟 在一起返回周国领地后 江太公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 作者李硕说 江上为文王提供的用兵权谋 虽然在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他作为卓越的军事谋略家的形象 却由此定型 后世战国秦汉时代问世的一些著名兵书 比如《六涛》《太公兵法》 都被假托出自江上的手笔 同时为了让自己的部众和盟友相信 反商大业是得到鬼神眷顾的 所以周文王在这个时段 还进行了一场宗教宣传活动 毕竟打仗首先需要一场彻底的动员 于是文王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 这个概念本是来自商人的宗教系统 但文王宣称上帝是独一无二 全能的至尊神 不仅仅是商王朝的保护者 上帝居住在天界 俯瞰人间 听取人们的祈祷和呼唤 会奖励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 而惩罚背弃那些作恶 违背自己意志的人 文王这种苦心塑造的宗教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诗经大雅里有一位黄仪就说的非常直白 这位上帝能够和文王进行沟通 发布指示 从而让文王和血缘家族也有了某种神圣的色彩 黎叔说只有这样文王才能说服自己的不民和盟友坚定的追随自己 随后周就开始了频繁的扩张 根据史记的记载 有了周王赏赐的西伯头衔 文王就成为一方霸主 能够仲裁周边小国之间的争端 又出兵讨伐 吞并了秘国 离国 渝国等小国 还灭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 崇国 其中 渝国位于今天的河南沁阳 这里距离商朝的印都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公里 灭亡崇国的第二年 年迈的文王去世 继承者是他的儿子武王周昌 此时的州已经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 可能还有近南和河南的一部分 国力强大 那么 周王为何对州的扩张 听之认之呢 毕竟 从武王继位到灭伤 间隔只有短短的四到五年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 后代的学者只能进行各种推测 比如周王正在忙于讨伐南方的当地部落 并且深入到了山东南部 甚至江苏一带 这场规模庞大的远征 肯定投入了商朝相当大的兵力 与其他资源 起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周王浩大喜功 而是因为当时中原产生了异常气候变迁 气温下降 严重影响了商人赖以为生的农耕与畜牧业 也许周王也想和先祖盘耕一样 将统治中心向南迁移 政治因为规模庞大的南征使得商朝核心统治区内兵力空虚 所以周王在继位后第二年就发动了征讨周王的军事行动 公开决裂 周国的大军沿着玉西古道前进 抵达了洛阳北部黄河边的重要渡口孟金 根据史记的记载 周王在这里会蒙各方诸侯 前来呼应的有八百家之多 当然 这是在用春秋时代的场景来进行想象比赋 实际上 这些所谓诸侯 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原始部落 每个部落人口不过数千 能提供的兵力也就是区区数百 周军在孟金停留了相当一段时间 可能是在造船准备渡河 顺便等待赶来的其他盟军 到了一月初 武王的大军就开始渡河 据说船只行驶到河中央时 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之中 武王亲手用它祭祀上天 祈求战胜 而渡河之后 又有耀眼的火光从天而降 停留在武王的帐篷上方 变换成红色的飞鸟形状 这一切都被看作大吉大利的象征 此次出兵 也许是因为武王觉得兵力尚不足灭伤 所以并没有攻向印都 而是铲除了一些商朝的附庸 随后武王就班师回朝 但作者李硕分析说 在当时的印都 宫廷内斗已经激化 很多商代高级贵族相信 宙王已经不能正常履行统治的职责 可能已经在酝酿政变 从而导致笔干这样的重臣 被宙王变成了祭祀牺牲 以残忍的方式杀害 甚至一部分人干脆直接出逃 投奔武王 于是在孟经会盟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 宙武王再次起兵东征 这一次声势更加豪大 根据实际记载 连同盟军在内 武王麾下兵力有四万五千人 战车三百辆 一路势如破竹 在2月21日晚间 武王的军队就到达了 印都南郊的木野 此日决战降临 周军面对的商军 据称达到70万人 这无疑是一种过度的夸大 但商军的实际兵力 应该是占优势的 据说 面对敌众我寡 年过六十的太公江上 首先率领部下 以必死的决心冲向敌军的阵线 然后武王本人也率领三百辆战车 清朝出动 跟随在自己的老师后面作为增援 然而神奇的巨变发生了 商朝大军突然崩溃瓦解 并开始自相残杀 后世对这种奇怪的现象 有各种解释 比如此刻的商朝大军主力还在南方 这支仓促组织的部队大多是卑微的奴隶 他们对咒王的统治早就心怀不满 又有学者说 商朝军中已经有一些人与武王做好了约定 离应外合倒戈相向 总之 预计漫长的战斗在一个上午就宣告结束 咒王兵败如山倒 在逃回印度之后 他登上了露台 把宫殿里珍贵的宝物齐聚身边 然后自焚而死 在后人看来 咒王的死是一种穷途末路下的无奈 但作者李硕说 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 这是战败的咒王进行的最高规格祭奠 他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了鬼神和先祖 好了 这本减商的主要内容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 本书作者李硕综合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古代文献与历史记载 以及考古学研究报告 努力还原了商周之变 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作者的笔触如同一部高精度的电影镜头 带领我们略过了千年的时光 从规模宏大的商朝阴都 再到周人栖息的茫茫周园 展示了商人和周人 这两个性格与习俗截然相反的部落 各自崛起与争霸的全过程 重演了一部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早期的史诗画卷 作者李硕说 木野之战的胜利虽然让武王的大军能够进入印都 但这仅仅只具备某种象征性意义 之后刚刚建立的西州王朝 耗费了漫长的时间与精力 才对商王朝旧有领土实现了有效控制 重新安置了商王朝数量众多的移民 并出台了全新的宗教政治与社会制度 可以说商周之变 不仅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王朝更典 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升级重制 根据史书记载 在灭商的第二年 周武王就骤然去世 享年45岁 武王的弟弟周公诞成为摄政大臣 辅佐年幼的周承王进行统治 可以说周公诞是西州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首席设计师 周公主政的前三年 主要是平定了一场周王朝内部贵族勾结商朝残余势力的叛乱 随后开始分封周王的亲族与灭伤的功臣到各地当诸侯 防止商朝势力死灰复燃 巩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统治 这就宣告了西州至春秋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 封建制的诞生 其次 为了彻底向天下宣布 神明也遗弃了被灭亡的商朝 周公实现了武王的遗愿 拆毁了印都 并在原有的都城岗京之外 赢建了第二个都城洛邑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 1963年在洛邑遗址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古老的青铜器和尊 上面的名文里有一句 于其宅资中国 意思是 我就要居住在这里 这里就是天下的中心 这是中国这个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概念 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尽管他当时的定义 还仅仅只限于西州王朝 能够直接统治的河洛与关中地区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 周武王曾经想过 在洛邑建成后 按照商代习俗 将大批商朝移民作为牺牲 奉献给神明 来保佑新都城的长治久安 但周公并没有遵从这个决定 在周公看来 如果这样做 首先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残忍 会失掉商朝移民的拥戴 其次 周代的新宗教观念 还没有完全成型 而商朝那一套人际宗教理念 也不能被重新拿出来使用 所以他提出 治理天下固然要敬重神明 但世俗的规范也必不可少 这个周公构思的规范 就是构建日后中华传统文明的关键概念 德 在周公乃至后世的历代王朝统治者眼里 德是所有人在世间生活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与秩序 包括中正谦逊宽宏温直等等 天上的神明会不问身份和种族保佑所有有德之人 遗弃惩罚那些失德之人 所以在洛逸新城的落成典礼上 往日恐怖的集体人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仅仅是猪牛羊这些寻常动物 在各种周代文献记载中 几乎所有关于商代人际宗教传统的记载 也都被仔细抹去 那种残酷的行为被重新解释为 咒网个人的残暴 同时周代王室贵族还被鼓励和商代贵族移民通婚 通过这种柔性文化融合 消除潜在的反抗隐患 自此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 逐渐取代了商朝以人际为基础的鬼神文化 由周公首创孔子发扬光大的人本主义精神 也代替了商朝几百年来的宗教神秘主义 两者叠加在一起 成为支撑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石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